大家过年好 祝大家春节愉快 这期视频继续用草书写藤王阁序的句子 洋溢不逢 抚凌云而自息 中期寄遇 奏流水已和谈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假如碰不上杨德义那样引荐的人 就只有俯拍照自己的文章而自我叹息 既然已经遇到了中子期 就弹奏一曲流水 又有什么羞愧呢 洋溢指的是杨德义 他是汉武帝身边负责养狗的产放官 有一天 汉武帝在读司马向儒的文章 不由得连连夸赞 旁边伺候狗的杨德义 插话说 这个人是我们那儿的人 现在在成都 武帝喜出望外 忙召司马向儒入京 司马向儒当场作父 武帝夸赞司马向儒的文章 有凌云之气 立即提拔为帝国重臣 中期指的是中子期与波崖的故事 两人是知音 中子期早逝 波崖目前衰秦 从此不再谈琴 这是港海又是对宾客的赞扬 今天我写下了这篇续文 朱军就像中子期一样 能欣赏我文章的精妙 也能够像杨德义一样 帮我一起宣传 岂不是妙哉